简志龙议员则是对于教保中心实施的时程能够更落实 希望能够有县福的对口单位 为二到六岁的孩子要有所发生的权利 以及国土计划 规划二十多年的时间 影响着地方创生青年回乡的意愿等问题 简志龙议员对于华林县政府在偏乡教保中心实施的时程 希望能够更落实 并且能够请县长找出县福的对口单位 一起来为二到六岁的孩子发生 以及国土计划 影响着地方创生青年回乡的意愿 本席第一次在议会咨询关于教保中心议题的时候 谈论到设立教保中心 对孩童的意义跟族人实际需求 获得了县长的支持跟理解 那县长也承诺跟我们县府跨局处事的同仁 一起来研商办法 协助部落设置教保中心 本席非常谢谢徐县长 对于原乡幼教儿童的教育的关心跟重视 并且只是幸福的同仁要全力的配合 于是很快的 在去年的七月份 议会以我们的教育处就组织了第一次的教保中心 跨局势的整合平台的推动会议 去年到现在花了一整年时间 其实都还没有落实 在这边也亲自听到我们县长给予很大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所以说是由我们的当副秘书长来做一个统筹跟管理 同时我这边的话就是说 真的是要替我们二到六岁的孩子们 要谢谢花园县政府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第二个 那我在这边也谈述了国土计划 那国土计划里边 我们单从整个计划的内容里头 其实我们看不到整个原住民精神的价值的所在 所以在这边也针对两个局处室来做一个探讨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很希望 这两个局处室能够针对这样的议题的部分 能够将原住民的精神能够纳进在道里头 这样的话才有符合我们的原住民土地的一个正义的一个需求 建志龙议员对于偏乡地区能够成立教保中心协助幼儿的照顾 非常感谢花园县政府给予的协助 也希望国土计划能够让部落的土地得以更善尽利用 才不会因为地方创生环境土地无法善用 影响着青年回乡的意愿 记者林杰花园市采访报道